好 那剛剛雅正在把我們算出來差了890塊 差太多了 那當然因為我們當時候那個8.78取的位數太少了 所以請你回去 好 請你取到至少小數點後4位好了 至少4位 好 所以你可以回去用電腦算算看也可以啦 比較快 用Excel拉下來就可以知道了 因為你差到800多塊就差太多了 你差了幾十塊我覺得還可以 好 但是基本上來講 只要視力3它給我們的8.78等等等等 或者是8.77等等等等是對的 照理說它不會差異性這麼大 好 所以因為我自己沒有往下算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如果它的有效率率不是8.78 我算一下好了 請你回去用電腦算算看 如果一路拉下來會怎麼樣 好 我的利率是i等於9 跟i等於8 好 我的差補法 因為我算一下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金額應該是多少 i等於8 是多少 好 因為我沒有料到數字會差這麼多 但是差這麼多就是不對的 好 我們看一下呢 如果是100萬乘上.05 我們現在是5%嘛 然後乘上時期的 如果年金 如果年金 年金限值時期 是 我現在是什麼 9的話 時期是 6.417658 6.417658 6.417658 好 因為 6.417658 應該沒錯 好 M加 然後再100萬 乘上 年負利限值 9% 107 0.422411 0.422411 0.422411 對不起 我忘了 要除2 好 所以不對 重來 因為要除2 所以5萬去乘上 如果是9%的話是4.5 哇 這裡剛好沒有4.5 好 那可能 那個我就又沒辦法算了 如果用10去算的話呢 好 我可以 應該也可以用10 蛤 我可以 也可以用10去算啦 因為 只是那個差異性 會比較大一點好了 假設我用10去算好了 因為 我沒有9 9的一半10.5 好 所以用10去算 好 我們來試算看看 好 所以10去算的話呢 一樣就是5% 然後呢 10 10期 年金限值的 10期5%是 7.721735 7.721735 然後100萬 然後100萬乘上 5的10期 0.613913 所以 所以是100萬耶 所以我也沒辦法 這樣100萬去算了 因為剛好算出來是100 好啦 那就這樣子算好了 好 如果是8% 因為10幾 真是笨啦 就不用算了嘛 因為那個100萬百就是這樣 好 那如果是 我現在是1049 我現在是1049 1049 所以我應該算出來的是 會 票面金額會比較低嘛 所以假設是8% 是 那是 利率是 乘上 負年金限值 4% 的 時期 8.11 0896 8.11 0896 然後 然後再100萬 乘上 負境限值 四期 四分之四的时期 0.675 564 所以是1081 109 1081 109 我现在是1046 我现在是1049 早上就不用算了 109 是介于这两个中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插补法 算半间其实都不用算了 插补法 如果插补法来算的话呢 我用8 去乘上 81109 好这两个中间插 是不是插了三万二 乘上两% 这个急剧是两% 然后它是跟它之间的插 所以是这个减这个就对了 好 税是 三万两千除八一一零九 乘上点 零二 税是 不是乘啊 对不起 写错了 是加 等一下 三二除八一一零九 乘二 所以是八点七八 九六 九零六 好 回去 失算 回去 不用八点七八 你用八点七八九零六 去算这里 好吗 好 回去去算一次 所以是八点七八九零六 好 因为我失误差不法去算出来 好 但如果你能够找到9%的 这个就是4.5%的表去算 可能会更接近 不会很麻烦吗 哈 用电脑直接 直接拉一下就出来了 好 用电脑做就可以了 你把式子设进去的就很快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课本上举的这个 复利息跟期末要怎么去做调整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赶快了 好 所以请你回去试看看 因为我说了 如果用八点七八 就算出来 他差了八百九十 金额差异太大了 那有可能就是位数取得太少了 那所以我们要去找出来 他应该原来的位数 如果取到小数点 至少 像我现在已经取到第六位了 因为他给的数字刚好是 8.7890616331 我算出来 那刚好取到8.78906 后面的16331应该金额数字比较小 应该差异性比较不影响那么大 所以我就取到8.78906 好 所以请你回去去试算看看 好 这是事例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要讲到我们这个中块里头才有的 好 分期还本公司账 好 分期还本 但后面有告诉你说 还有库长股 库长公司账的例子 请你自己看一下 因为库长公司账 我觉得没有太复杂 只是说什么 请看一下545页 好 库长公司账 一定是 跟库长股是很相似的 一定是发行出去 再从市场上买回来 我才叫库长 好 所以如果你的公司账 核准了 你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发行 你只叫做未发行而已 它不会叫做库长 所以库长公司账 跟库长股票一样 都是指已经发行出去的 再从市场上买回来 而且我们有注销 注销就没了嘛 它还没有注销 所以叫库长 因为是公司账 所以我们叫库长公司账 那公司账 当然买回来之后 就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什么 注销 我把债务清场掉 注销掉了 另外一个 就是我买回来之后 我再发行出去 好 那如果买回来注销 就跟我提前清场 是很相似的 原来公司账 相关的所有分路 一并冲掉 未贪销完的 折一价一并冲掉 好 看你用多少钱去买回来 这中间的差就是什么 提前赎回损益 好 所以呢 你就会产生了 这个账面金额跟买回价格之间的差 来任务损益 这是 如果我是买回来把它注销 就有点像我提前清场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 那如果我买回来的 再发行出去的话 那再发行的折一下呢 我一样要重新去计算 他的折议价的有效利率来做贪销 好也就是重新发行出去 那我买回来再重新发行出去 对不起哦 你跟注销就不一样哦 我说我买回来以后 库长公司在我把它注销掉 那把它注销掉 我所有既然是注销的观念就有点像 我把它赎回一样嘛 我公司在提前赎回 因为如果公司在到期清场 他就会刚好一百万 他不会有赎回损益 但是如果你提前 时间还没到你提前 那你提前所去花的代价 跟你赎回那时候的公司在的账面金额 中间的差来计算 来决定出来 或者是任月出我的赎回损益 那赎回损益是损益表的科目 而且它是什么 影响当期损益 它不是综合损益 它不是综合损益 因为你看 我们综合损益只有五类的交易 那公司在的提前清场 它不是属于综合损益 而是属于当期损益的科目之一 好 那如果我赎回 我买回来的库长公司在再发行出去 那我发行的价格 跟我买回来的价格不一样啊 所以一样你要去算它的 有效利率 未来那个部分就是什么 再去做它的折溢价摊销 好 这是在我们的545页所讲的 好 那在546页有举一个例子 好 那我想 你再自己看一下好了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好 你买回来的价格 跟你在发行出去的价格中间的差 这中间呢 我要去算出它的有效的利率 然后再往下去做它的折溢价的摊销 好 那当然债务到期清场就很简单啊 我现在假设这个例子 好 我们白板上举的这个例子 100万到期了 第10期我付了利息刚好 到期 不是刚好 就到期了 我也是什么 直接还100万 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债务到期清场 不会发生清场的损益 不会发生清场的损益 这是什么 提前 债务还没到期 你提前去清场了 那才会有这个问题吧 才有这个现象 好 那如果到期提前清场呢 那提前清场的损益也很简单 因为什么 我只要清场所付的现金 跟我这个清场那时候的债务的账面价格不一样 账面金的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产生了提前赎回 或提前清场损益 就这样而已 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是付完立席 去立即清场的话 我现在讲 如果你是提前清场 但是你提前清场呢 是在两个复习日当中 提前清场的 所以一样啊 跟我们的资产一样 你在做任何异动的时候 你都要把这个科目计算到 你异动那天为止的账面金额 好 所以如果你的资产 我是在年度当中去处分我的资产 我就要提劣折旧 从上个年度提劣折旧到 我处分那天为止 当中应该提劣的折旧 得到我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一样呢 我的债务也是一样啊 我在两个复习日当中去清场的 那如果我不是折一架 对不起 如果我是折一架发行的话 那我就要先去算出来 到我清场那天为止 我应该开销的一架有多少 未开销的有多少 得到我的账面金额 那账面金额再来跟我的赎回价格做比较 来决定我的赎回损益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们就不再花力气讲了 因为待会我们再讲分析环本的时候也有类似 只是分析环本比它还要复杂一点点 因为你还的是哪个时间点的 你要搞清楚 好 所以事例七 六跟七呢 就请你回去自己看 那我现在看一下呢 当然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问我 好吧 好 那我随时可以 喜洋洋吗 还喜乐乐是谁 有一个同学问我 忘记了 那一位同学是谁 你可以举手一下吗 好 对啊 因为这个同学你躲得那么后面 因为他提的问题我觉得很好 因为课本上举的例子 他是衍生 好 那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上次看到是 票面的金额是10%或8%或是多少 然后他就讲说 如果票面利率是12% 但是公平率是6% 那这个例子怎么做 所以我后面呢 这个他有问我 他先写出他的写法 他认为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先给他一个答案 我先跟他讲说 嗯 不对哦 好 但是就希望 我没有讲下去 就希望他能够给我 看他后面衍生 就是自己去想 自己去想 后面应该 如果我告诉你说 不是这样的答案 你自己想 应该是怎么做 好 那但是呢 我等了一天 没有 我主动就告诉你 应该正确 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态度 好 因为课本上举的例子 你可以从这个例子里头去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我是不是应该怎么做 比较好 再就是你要先告诉我说 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也许 像我再告诉你说 我的答案是什么 你才能够比较出 哪个地方 你当时候没有想到 这样我觉得学习的效果 会比较好 比较会有学习的效果出来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还是要认真看 这个还是我们会考试的 虽然我没有讲 还是我们考试的范围 好 那 接下来我们要讲 分析环本 为什么要搞快讲分析环本 因为这才是中块里头 才有的 初块没有提到这一块 但是分析环本呢 跟我们前面讲定期环本公司贷 很相似 相似度的到达百分之八 八十啊 不是八 到达百分之八十 唯一一点点不一样的在于 如果你是分析环本公司贷 你的直线法折益价摊销 比较不一样 那如果利息法 它跟那个造一次环本公司贷 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 然后再来多一点点的 不一样的地方是 因为如果你提前清场 那你提前清场 你就要先搞清楚 你提前清场是哪一笔到期的 就不一样 它是跟定期环本 比较麻烦一点是 反正到期清场嘛 我了不起是先还一半 我就是摊销表里面的数字 除了一样二分之一 就只可以得到 它的账面价值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次还本公司贷 你是还某一期的话 那你就要搞清楚 你还哪一期的 因为那一次的 你要还本的公司贷 可能还有多少的折一家 没有摊销 你还单独把它什么找出来 你才能够做后面的会计处理 那比较麻烦是在这里 不然它提前清场 其实跟一次还本公司贷 是几乎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分期厂还公司贷 在549页 你的会计处理怎么做 一样要谈三个时间 三个阶段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 你的发行价格怎么决定 第二个 你支付利息怎么做 就是你的 如果有折一架 怎么摊销 一样有利息法跟直线法 只是分期还本的时候 我们的直线法叫做 债券而流通法 债券 债券而流通法 就跟我们的利息法很像 观念是一样 但它的计算比较不一样 好 那第三个阶段呢 第三个阶段会谈 你提前清场的时候的会计处理 好 所以一样有三个阶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你是分期还本公司债 那你的发行价格怎么决定 不是很困难 因为你知道 你把它想每一次到期的 当作单独一笔公司债 去算它的发行价格 把它加总起来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 那个事例 事例9 对不对 事例8 好 事例8在550页 他说昆德公司呢 在X1年初发行面额200万 票面率率10% 分期还本公司债 然后呢 这个复利期是每一年的年底复习一次 那预定 从第五年底开始 分4年 每一年还50万 好 所以因为 4年50万 正好四次就什么 200万就还完了 好 那发行当时候的市场 有效利率是9% 我的票面利率是10% 发行有效利率是9% 所以你就把它想成 我一共呢 有四笔的公司债 在同一天的 同一天发行 然后同一天发行的时候的条件一样 只是它的期间不一样 你就把它这样想就可以了 好 它的期间不一样 一个是什么 5年期 一个是6年期 一个是7年期 一个是8年期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第一笔 差5年12月31号到期的 这一笔 差6年12月31号到期的 差7年12月31号到期的 以及差8年12月31号到期的 因为我们是不是分4次还 每年年底 付利息以后还50万 好 所以你可以看 差5年 谁被生息要到期的 要还多少 50万 我的市场 我的票面利率是10% 那因为每一年复息一次而已 所以不用再算了 好 大批 好 所以不用乘上12分之多少 因为一年复息一次 那我们从差1年开始 1 2 3 4 5 到差5年底刚好是5年 市场利率是9% 大批 好 因为这是什么 每一年的利息 然后再来加 5年底 第5年底的50万 值现在多少 5年之后 在市场公平利率9%之下 50万的限值 小批 好 这是年金 限值 这是付利限值 所以算出来 差5年底 到期的这个公司在 在差1年初的发行价格 应该是多少 好 再来 差6年到期的 一样啊 都是50万啊 好 然后呢 一样都是10% 因为票面利率都是一样 1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 这个是6年 差1 差2 差3 差4 差5 差6 到差6年底 所以6年 好 这个呢 7年 这个呢 是8年 好 加上到期值 都是50万 好 只是一个 小批的6年 小批的7年 小批的8年 就这样 把这4个算出来以后 加总 就是这笔 差1年初 我要发行200万 然后每年年底复习 票面利率10% 然后呢 我差5年底以后 开始每年还50万 的发行价格 就这样而已 就跟你一次还本公司债 有没有 不一样 一样 你只是把原来 一次发行 但是我根据它 不同的到期日 把它分割 视为 每一个不同的到期日 就视为一个 一笔公司债的发行而已 就这样 好 所以这是事例吧所做的 所以它也算出来给你看了 好 我的发行价格 就是2094716 2094716 就这样 好 这是它的发行价格 然后接下来 折翼价 好 折翼价怎么做 好 折翼价怎么做呢 跟这里很像 其实它现在只有什么 它只有8年 然后呢 中间你要多一个 第五年开始 我要还的利息 对不起 除了票面的利息之外 我还要加还本的50万 但是我单独写出来 是到时候你不要跟 你要摊销的折翼价冲突了 好 因为我的折翼价的金额不太一样 在这里是写 94 我要 我未摊销的是 一开始是94 716 所以现在是2094 716 好 那你可以算 我先把 要付的现金 先把它算出来 可以啊 第五年底 我要付的利息是多少 200万的10%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还本 第五年 一整年 我还是要有200万 还没有开始还本 所以200万乘上10% 我要付20万的利息 200万乘上10% 20万的利息 对吧 好 因为一开始就200万 所以10% 所以是20万 200万的10%对吧 突然间觉得他的利息怎么那么高 因为已经习惯那个很低了 20万对了 好 我每一年都要付20万的现金 票面 金额乘上 票面 利率 乘上期间 好 好 第五年的时候 我还要付20万 因为我的整个债券流通账外还有200万 因为还没还本 第五年底以后才还本 所以第五年一整年的利息 我的计算就算是200万 然后第六年呢 因为我还了50万 只剩下150万啊 150万的10% 所以是15万 第六年 第六年底再还了50万 我只剩下100万流通账外 所以我只剩下10万 最后一年 剩下5万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好 因为我的 那支付利息的现金 一样是票面金额乘上 票面利率乘上期间 那我一开始是200万 票面利率10% 所以是20万 那因为一年只能复习一次 所以都20万 到第五年都还是200万 在第五年底还了50万之后 我剩下第六年开始 我流通账外只有多少 150万 150万乘上10% 第六年又还了50万 剩下100万流通账外 第七年 10% 然后呢 第七年底又还了50万 第八年开始就50万 50万的10% 这是我的利息费用 好 不是 这是我的利息 支付利息的现金 还不是我的费用 因为我的费用要根据什么 账面价值去乘上我的 市场利率 我的市场利率是多少 9%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200万 对不起 2094716 因为我的一开始发行的时候 我的账面价值是2094716 乘上.09 所以第一次我的利息费用是188524 这两个中间的差 这两个中间的差 好 跟20万 我要摊销的是11476 摊销完之后 我的账面价值从2094716 调整为2083240 所以我的未贪销金额83240 那接下来第二期 第二年呢 因为我的市场利率 我还是200万嘛 所以一样成他市场利率9% 所以是17 187942 好一样 这样子 我算错了吗 492 对 492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我摊销完之后呢 我跟 我的承认利息费用之后呢 我要摊销的是12508 好 摊销了12508之后 我的账面价值从2083240 就变成2070732 所以未摊销金额是70732 好 第三次 一样 因为到目前为止 到第五年底 第六年才会有不一样 好 所以我一直往下算 09 利息费用186 366 好 跟20万的比较 我要摊销的金额是13634 好 摊销完之后 2070 732 就剩下2057098 好 所以我未摊销金额就是2057098 好 我算到第六年好了 好 因为还蛮快的 其实如果直接算的话 好 185139 好 跟20万 差14861 所以我的账面价值2057 098 就剩下2042 237 好 所以是42237 在第五年一样乘上点09 在第五年一样乘上点09 所以是183801 跟20万的比较 摊销16199 好 摊销完之后 2042237 还要同时再减少一个50万 因为我又还本50万 好 所以我剩下1526038 好 所以我这边参 未摊销的金额就是26038 好 一样接下来这个金额再去乘上 我的市场利率一样9% 因为我说的发行公司 他的摊销是一发行的时候 就根据他的市场利率决定下来了 好 所以我的接下来承认的利息是137 343 跟15万比较 我要摊销12657 摊销完之后 1526 038 还要又还了一个50万 所以现在是1013381 所以我未摊销金额剩下13381 这样看懂吗 好 因为刚好我课本旁边好像就有写了 从这边1013 对了 到了第X6年底 好 我跟他写的一样 对 后面我就不做了 就是要一路写下来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这是分期还本公司债 我做的折一价的摊销 好 这跟我们的 这个一次还本公司债的摊销很像 只要记得它有还本 那还本之后 你每次付的利息的金额就会越来越少 好 那你在计算专门价值的时候 你要记得 除了扣除摊销之外 你还本的金额要记得扣 好 要减少 好 那么现在讲 那我分析还本公司债 我也有什么 直线法 好 只是我的直线法 我们叫做 债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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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法 好 就是根据它流通 在外的有多少来做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拿这个例子 我算出来的94 好 我的折一价的 我的议价金额是2094 2 折一 议价的金额是94716 好 我的直线法怎么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直线法怎么做 这个债券呢 一共流通 在外有几年 八年 好 我一共流通在外有八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折一价怎么写 差一年流通在外 几多少钱 差一年 差二 差三 差四 差五 差六 差七 差八 第一年流通在外 两百万 第二年也两百万 第三年也两百万 第四年也两百万 第五年也两百万 因为第五年底才还啊 所以第五一整年还是两百万 好 然后第六年一开始 剩下一百五 剩下一百万 剩下五十万 好 把它加起来 流通在外 这八年 全部流通在外的金额有多少 好 所以是 五 两百 好像是一千 一千二 看一下 两百万 乘五 然后加上 两百万 这边算算也是两百万 三百万 三百万 对 三百万 好 所以是一千三 好 十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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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五年都是这样子 接下来 十三分之1.5 十三分之1 十三分之0.5 那我要摊销的金额 这边的金额都是乘上94716 因为我要摊销的金额都一样 它只占它的比例而已 这边加起来叫等于1 就这样而已 这样看懂吗 因为分析环本 它每一年流通在外的量 数量 没有每一 从头到尾都一样 因为从环本之后 差六年开始就减少了 所以你看一下的比例 从环本之后 你就会变少了 这样看懂吗 那为什么它叫直线法 因为它每五十万 或者是每一块钱 它摊销的 溢价的金额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一样 所以它叫直线法 我们直线法就是一年度 每一年摊销的金额都一样 但是你说分析环本 因为它流通在外不一样 所以它分摊的金额 摊销金额不会一样 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看 它每一块钱 所摊销的一件金额都一样 所以它也叫做直线 它就是一个直线法的概念 只是因为它流通在外的金额不一样 所以叫做债券 叫做流通额法 流通在外的金额 来计算它的摊销的金额 这样看懂吗 好 这个就是它比较不一样的 分析环本公司在比较不一样的 是在于它的直线法的摊销 好 所以这个有叫流通额法 这是在551月 好 你可以看一下 跟我写的应该一样 只是我们把它算出来而已 好 那提前收回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势力10 因为延续的势力8 流通 那个就是200万 然后呢 第五年底开始还50万 利率 市场利率9% 票面利率1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势力10 在552页 好 我们很快把它看一下 因为就这一张呢 中块里面新的 就多了 就把它讲完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原定在X5年12月31号到期的 提前在X4年 X5年的4月1号用51万 加记印记利息收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怕要用流通额法跟那个有效利率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效利率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金额在X5年到期就还本了 在这里 好 那我要摊我承认的利息费用 要摊一下的金额都在这里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因为我现在是 这个金额是200万的 200万的 我现在只有多少 200万里面的 50万要提前清场的 这一笔 本来这边我只占它的 230分之5 因为它是只有50万而已 20分之5 那这笔我要提前清场 如果它在X5年底的时候 我就是按照这样子做 可是它还没有到X5年底啊 它在什么 X5年的4月1号 所以就三个月而已 所以这个是一整年的 200万的 所以我找出来 200万里面的50万占的比例 可是接下来呢 我还要什么 乘上12分之3 就三个月 这样看懂吗 所以一样 这个利息 是200万的利息啊 那我乘上什么 20分之5 再乘上12分之3 就这样而已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如果利息法 我们先面讲 你提前清场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先计算到 提前你清场那时候的 这个债券的账面价值 它的账面价值 就要去算它的 溢价 我从X4年底 摊销了溢价之后 到X5年的4月1号 还要摊销多少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里面 分路 好吧 我自己另外再写 好 在X5年的4月1号 我只针对那50万做 好 所以我是不是先承认 承认立息费用 然后承认应付公司在溢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应付公司在溢价 它的立息费用 我们刚刚看一下 这篇应付利息 20万的 好 我们也不用这么麻烦 50万乘下10%除4 12分之3嘛除4 所以我的应付利息是12 5500当然你也可以写 按照行李写的20万除20乘5除4 一样12500 一样 好 你也可以 好 我就跟他按照这个数字直接去算也可以 好 那我的立息费用呢 好 我的立息费用 其实一则你也可以什么 这边的账面价值去算 那我也可以什么 根据这个摊销表去算 好 那我用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摊销表做出来 我就充分地用这个摊销表 所以18 3 801 乘 除20 乘5 除4 所以是11488 我的立息费用是11488 过来一点 好 所以我要摊销的金额 12500 摊销是1012 好 1012 这样看懂吗 可以吗 好 所以我就把这50万 计算到 我这个时间为止的账面价值 好 那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的金额 我的那个面 那个 这时候的账面金额应该是多少呢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金额 抓一下 那这个时候 这是200万分之50万 这个金额 上面价值应该是200万分之50万的金额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看一下 这个利息费用就是 这个金额 183 183 183 801 183 801 乘上20分之5 乘上12分之3 200万分之50万啊 我现在不是针对那50万 我现在 我一直在讲哦 我这个是 total是200万 去做出来一整年的贪销表 避息费用 贪销一整年 200万要贪销的金额 就差五年来讲 差五年因为还是200万有通再万 那我现在是针对 差五年这个部分 200万里面 因为它是提前赎回 差五年底 到期的50万 我提前在差五年的 4月1号就去把它赎回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是针对这个时间点 这个50万 然后只占三个月 这样可以吗 利息费用一样成嘛 然后它这边是11353 11 我看一下哦 我的贪销的金额 应该跟它应该是一样啊 183 801 对 我的是把它直接从它的 这个金额直接去算 可是照理说应该不会差那么多 它11488 我这边算出来 183 801除20 乘5除4 11488 可是它这边是11353 差了100多块 因为我觉得这样差还算是有点多 那另外一种算法 另外一种算法是 我可以把到X4年底为止 这50万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然后直接去乘上 它的市场利率9% 乘上12分之3 也可以 课本上是这样做嘛 它先算出来 它是年底为止 它的账面金额 对不对 可是我只是说 我也可以根据 我其实也可以根据 我的贪销表的金额直接去算 当然贪销表的金额里头 我觉得应该这样也可以 可是为什么算出来的金额会差那么多 我的算法 我再说一次 我的算法是根据 我们的贪销表 我去找出差5年 要贪销的金额 到年底我是贪销这个金额 可是我现在还没到年底 我到4月1号而已 而且这是200万的 我只针对50万而已 所以这个数字是200万 所以200万里面的50万 然后这是一整年 我就要算它三个月而已 理论上面来讲 我用这个算应该也是可以 应该也是可以 好 那课本上的算法呢 比如说有另外一种算法 也是我可以把它找出来 这50万在差4年底之后 贪销完之后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然后去乘上 9%的利息费用 然后跟我三个月的 贪销利率的金额去做比较 来决定出来我的贪销金额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好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 照理说两个算出来 应该没有差到百位数字这么多 差这样我觉得是有点多 可是理论上面来讲 我这样做应该也是可以 课本上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用账面 找出差4年底 50万的账面金额 去算差5年3个月要承认的利息费用 跟你的票面上面所承认的利息金额 利息的金额中间的差去做他的 议价贪销也可以 理论上也可以 但是理论上来讲应该要一样 应该要一样 所以我不知道是 他是跟我为什么差了100多块 我觉得差了有点多 好 那我回去再研究看看他是怎么算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差100多块是不太 差的金额是比较大的 好 那但是我说了 理论上这两个算法 应该是都可 不是应该 这两种算法都可以 而且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 理论上应该是一样才对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回去再去看一看 再去研究一下 他为什么是跟我差了100多块 但理论上面来讲 我说这两个方式要都可以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分析还本的部分先讲完了 所以按照我们今天的原来预定的进度 我把分析还本讲完了 好 所以请你回去 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80 8.78 这个 这个 这个我要回去算 我自己再算一下 8.78 906 好 我回去 但是我也只要自己算一下 因为差了八百主十块 差太多了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课